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他们观赏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决定 要把这件事情做到 我们说 我们要让每一个家庭 都有面对疾病的勇气和能力 其实我们中的很多人 他们平时看起来的生活还不错 但他们实际上背后背负着 很沉重的社会压力和家庭的压力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债务 房贷 车贷 子女的教育贷 所以当这样一个家庭的家庭支柱 突然间崩溃的时候 他们的家庭就会陷入到 这样的时候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用不到情绪 但如果你需要 全世界都在这里帮你 大家好 我是一课的讲者 青松愁的联合创始人于亮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 做公益 做慈善 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领域 是一个非常难做的领域 尤其在我们创业的时候 2014年 大家知道 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发生了一件非常负面的新闻 就是郭美美事件 那么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 所有的爱心人士 对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都产生了很大的质疑 而我们在那个时候 却推出了一个 通过一个商业公司去运作的 一个大病救助的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很多人们都问我 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也想利用这次机会和大家去说 其实我们没有 一些人说得那么伟大 我们实际上在最早 做青松愁的时候 想做的是一个小而美的 帮助中国每一个有梦想的人 去通过社交网络筹集资金 让他们能够实现梦想 我们想做的是这样一个产品 但是2014年年底 2015年初 一个事件改变了我们 当时我们的平台上面 出现了这样一个筹款项目 它叫拯救工程师 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很诧异 它的内容讲解的是 一个来北京创业的工程师 他不幸染上了重大的疾病 应该是一个急性的白血运 他的朋友 曾经看到过我们的产品的demo 他认为我们的产品 可以帮他筹到钱 所以他用青松愁 发布了我们公司 第一个大病救助的项目 当时移动互联网的 最忠实的使用者 都是我们在互联网公司的这些 离科技 离新技术比较近的人群 所以这个项目一经发出 一下子就得到了广大的 马农的支持 迅速地在马农这个朋友圈子里面 快速地传播 基本上是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筹到了三十万 帮助这个工程师去 做骨髓移植的经费 虽然最后很遗憾 这位工程师没有抢救回来 但是我们看到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轻松愁 这样一个模式 真的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 筹集到足够多的医疗费用 让那些有困难的人 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从那以后 我们开始思考 我们的产品 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当时我们也其实碰到了很多挑战 我们的投资人也会跟我们说 你们这家创业公司 应该坚持你小而美的产品思路 去做那些帮别人实现梦想的事 而公益救助这样的事情 太沉重了 更重要的是 你在这条路上走 你怎么生存 确实是 大家知道在中国 你做公益 做救助 你是没有办法赚钱的 或者说我们是没有收入 可以维持我们的团队 去持续运作的 但当时我们内部的团队 一直在挣扎这个事情 一边是那些真的无助的用户群 他们急需以后 这样的产品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另外一面是一个看起来更美好的 一个创业的发展方向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事件 让我们整个创业团队 坚定了我们要在大病救助这块走下去的 这条路 那是15年的春节 当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 是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年轻母亲 她说她的孩子得了审母细胞瘤 这个疾病呢 会让孩子非常痛苦 当发病的时候 他们的脸会肿胀地 完全变形 非常恐怖 但是我们当时在审核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孩子的家长 并没有提交任何这个孩子的身份资料 我们当时本身是质疑这个项目 是不是有欺诈的行为的 所以当时我和我们另外一个小伙伴 我们当时开车 到了北京同仁医院 在益庄的分住院处 我们到那里去实际考察这个项目 当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母亲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知道 原来这个孩子是一个黑户 她的父亲和她的母亲 这对年轻人在农村 没有办结婚证 这个母亲就怀了这个孩子 那么当孩子生产下来之后 就发现这个孩子患有这个审母细胞瘤 所以她的丈夫 应该说她的男朋友 就抛弃了这一对苦命的母子 再也找不着了 而这个单亲母亲 又没有经济收入 她只能靠她姐姐的资助 来帮助这个孩子 到北京来治病 那么在北京治病的时候 她的一次化疗费用实在筹缩不到了 她也是看到朋友 介绍她使用轻松筹来筹款 所以在我们平台上发了这个救助项目 但这个事情对我们的触动 和我们审核过的千千万万个项目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它背后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深受的触动 当时我们找到了这个医院的主任医师 也是这个孩子的主任医师 当时医师拿了一个大的病例本 摊在桌子上 在春节前的这样一个时间 他打开病例本 然后去给我们指上面的患者 那上面有很多很多 应该在春节前来治疗 来进行化疗的患者 他指着其中的几个女孩 大概都是六七岁的女孩 跟我们讲 说这几个女孩 她们本应该在前段时间来化疗 但是她们没有来 按照她的经验 应该是这些农村的父母 因为看到这个女孩 得到这样的不治之病 而且是花费极大的 这样的不治之病 她们放弃了 给这些孩子进行治疗 放弃了让她们有机会 能够求生的这样一个机会 当时医生也非常地惋惜 我们也内心非常地纠结 回来之后 我们当时在创业团队里 开了一次会 我们当时说 这个项目 我们必须要做下去 不管有多艰难 我们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到底 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家庭 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 还能够找不到 寻求生路的机会 而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能给他们提供 哪怕一点点希望 我们都不应该 把这扇窗口给他们关上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决定 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我们说 我们要让每一个家庭 都有面对疾病的勇气和能力 在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公司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 帮助患者 帮助患者去增认 帮助患者更便利地筹款 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上 但是我们也受到了社会的 一部分人 一部分机构的质疑 其中 大家经常能听到的一个质疑的声音 对我们内心的伤害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声音 就是轻松中 你们这样一个平台 你们是不是能够保证项目的真实性 你们是不是让很多 不需要筹款的人 让那些比我们 普通人生活还好的人 在你们平台上筹款 你们想赚取中间的差价 或者是你们想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挣钱 而且在那年之后 大家知道另外一个事件发生了 就是深圳罗伊孝的那个事件 因为罗伊孝这个事件 他的家庭其实还没有完全到 崩溃的边缘 那么在这个事件之后 轻松筹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大量的人们会质疑我们的项目中 那些原来在他生活中看起来 还光鲜练利的人 为什么也在轻松筹上来筹款 我想这也是各位 可能会在内心有的一个疑问 我想再给大家说一个案例 这样的案例 实际上在轻松筹这样的平台上 比比皆是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们有一个天津的患者 这个患者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白领 他在天津的一家外企药厂工作 他的收入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能比我们在座的一些朋友 收入还要好 我们的这个患者家庭的收入应该在 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在几万块钱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中产阶级 但是这个男生他也娶了妻子 贷款买了房子 他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 他还有一个小孩 但是这个男人在那一年 查出来不幸患有肝癌 需要移植 这个时候他的公司 因为他得了这个病 不能再从事出差的工作 就把他劝退了 然后他的家庭 瞬间就破产了 一架子跌入了低谷 因为他的家庭 还背负着巨额的房子的债务 而他们的生活的 唯一的经济来源没有了 更为可怕的是 他们这一对夫妇 是一对单亲家庭 都没有足够多的家人 能够给他们提供支持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通过轻松手去筹款 那么他的周围的朋友 和他的前同事 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帮他们筹集了三十万的 换杆的这样的费用 为什么我想说这个案例呢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中的很多人 他们平时看起来的生活还不错 但他们实际上背后 背负着很沉重的社会压力 和家庭的压力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债务 房贷 车贷 子女的教育贷 所以当这样一个家庭的 家庭支柱突然间崩溃的时候 他们的家庭就会陷入到 至暗时刻 而轻松愁能够在这个时候 帮他们一把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能够在这个时候帮他们一把 不是施舍他们 不是看到他们砸锅卖铁 变卖家庭之后 我们给他的一定施舍 而是希望他们能够 更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更有尊严地去能够 面对他们的疾病 当然 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 也让我们轻松愁里的每一个员工 重新审视我们做进的事情 我们觉得 保险公司的一些小伙伴们 骂我们的一句话 是说的是对的 好多保险公司的人 在网上发一些我们公司的负面 他们最后会引用一句话 叫做 与其事后轻松愁 不如事前买保险 听起来非常非常有道理 所以我们后来觉得 确实 如果轻松愁 只做一个大病救助 这样的项目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生存下去 虽然我们希望 全世界的人都 不要用轻松这款产品 但现在的现实是 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 还有缺陷 还有不足 而我们每个社会上的 每一个个体 我们的商业保障 又不是很到位 所以在那之后 轻松愁也做了一些转变 我们也推出了 像健康互助 这样的面对 普通低收入家庭的互助方式 也开始从事一些保险的销售 我们也希望 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轻松愁这样一个公司 能够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我们希望我们的大数据 能够帮助那些 第一次碰到这样重大疾病的患者 提供给他们的 更好的医疗的解决方案和建议 我们也希望通过 人工智能的方式 让那些没有钱 没有能力到大城市 甚至到国外去享受 更好医疗资源的普通的人 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 帮他们去提供和大医院 专家一样好的问诊服务 我们也希望通过区块链的技术 让大家的每一笔捐款 都能落到实处 让大家的每一笔捐款 都能有记可查 让工艺 让慈善 变得更公开 变得更透明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用不到轻松愁 但如果你需要 全世界都在这里帮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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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